原来在钢铁侠电影里 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冷知识 钢铁侠这个超级英雄的原型 来自著名的飞行家霍华德修斯 但他却患有很严重的洁品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钢铁侠 从来不肯接别人递来的东西 在钢铁侠2中 刚参加完听证会的托尼回到家中 此时镜头专门给战甲强一个特写 现在请注意上面标注的英文 马克一上标明的是重建 对应了为啥托尼明明将出带机丢在沙漠 可家里又多出一台的原因 而马克二上标的是原型机 马克三上标的则是因战斗损坏 这里其实是因为在与铁霸王的战斗中 马克三代基本被摧毁 而地上的头盔则是被铁霸王捏爆的那个 最后一个马克四则是在等待生计中 在托尼使用新元素反应堆时 他说了一句 这句话并不是凭空而来 当人体受到巨量辐射后 嘴里会出现金属和椰子的混合味 众所周知 贾维斯是无所不在的 可是当复联4里托尼穿越回复联大厦时 贾维斯肯定察觉到了什么 通过扫描他也能清楚地知道来者正是托尼 但因为托尼战甲里的AI程序并不是自己 因此也就没有暴露自己来与托尼打招呼 那么你们觉得他会遗憾自己没有陪托尼走到最后吗 在复联3里 托尼与奇异博士等人一同前往泰坦星 可在被星爵等人偷袭时 此时放慢镜头 当炸弹出来时 托尼几乎和彼得同时穿上战甲 莫非他也有蜘蛛感应吗 人有三级 那钢铁侠穿上战甲是如何方便的 其实这点在钢铁侠二中就已经有过解释 马克四号战甲内部有尿液过滤系统 无论何时何地 请进行释放